第九百二十八集 萌萌的剑气泛起了一阵轻芒 他右手中的剑连阵三角 肉眼不可见的轻芒如同绚丽的极光一般 在半空中弥漫 随即三道剑光冲天而起 几个人不由自主地惨叫了起来 三人的左耳在弥漫的剑气中骤然消失 妙善这一剑旨在立威啊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自己即将嫁的那个男人 他都要让这个圈子里的人记住他 畏惧他 这个世界上的流言比什么事情都可怕 如果在流言飞语中 他选择了沉默 那么成婚以后 不仅是在圈子里无法立足 就算是在削甲 也寸步难行 虽然入室不深 但是他深暗 想在豪门中生活 就需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三人的左耳几乎是被剑气彻底的炸毁 强大的剑气让他们的身形不由自主的向后倒去 三人的身后有一个水池 池上有一条极大的龙 这是花月特意请的风水大师 在他的会所里设下的聚才举 水池里的水就是从龙口中吐出来 三人跌倒在水池中 耳朵上的鲜血在水里弥漫开 但是妙善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突然大步向前 手中的三尺青峰向前一盏 嗡一声轻响 纵横交错的剑气骤然四三而出 碰 那吊在天花板上的巨龙发出了一声巨响 偌大的巨龙一分为二 从半空中直接掉落下来 虽然这巨龙是艺术品 但是重量着实不清 一时间整个会所里面尖叫声高低起伏 众人纷纷地站起来躲上 胆大的看热 胆小地缩到脚落里 他们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一时间脑袋转不过分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 这个传说中的道姑 竟然会是一个用剑高手 而且他更是一个狠角色 他的话只说一次 他也只给别人一次机会 如果这些人不把握好 那等待他们的将是血淋淋的教训 现场可就安静了下来 只有水池中 有其中一个二十组杀猪一般的惨叫声 他的大腿被裂开的龙身砸到了地上 整个大腿被压得粉碎 就算是拖出来 恐怕他也要面临截肢的命运了 我的话只说一次 但是我愿意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道歉 妙善的神情清冷 他手中的长剑向前方平折 一副完全没有商量余地的表情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说了 一个受伤较轻的二十组惨叫道 他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就是个魔鬼 他怎么能这样呢 他怎么能一言不合就大大出声呢 这个时候花月和御风闻炫而来 看到眼前这幅情景 花月不由地转身苦笑道 薛少 我 我的聚财局呀 没事 回头我请玄机前辈亲自出手 再给你布一个更大的聚财局 跟着两人走出来的薛红云想了想 没事吧 薛红云走到庙山的跟前关起的问 没事 只是被这几个人的话气到了 妙善摇了摇头叹道 我感觉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 心境大不如以前 以前你是在道观 过的是与世无争的生活 所以你心如止水 但现在是在红尘 既然身在红尘 那就要有红尘中的样子 薛红云笑了笑 说得不错呀 有些人你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叶好轩也笑了笑 叶少什么时候来的 也不叫人去通知一声 花月说 我来只是做做 叶好轩说 叶少 回头我们大婚 你可一定要到场 你算是我们的大媒人了 按规矩 我可是要给你随个大礼的 薛红云笑道 到时候一定会到场 礼就免了 叶好轩笑了 这也是你们两个的缘分吧 只是圈子里的人 有些人的嘴 似乎真的有些太臭了 叶好轩说着 还事了一周 在场的人看到他的目光 无不默默地退了下去 开玩笑 现在的叶好轩 可是京城圈子里的一个 谁敢当面和他叫完 谁不识抬举 叶连成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可是叶家的嫡妻 根正苗红的叶家人 现在不一样消失了吗 现在这种情况 叶好轩大有为薛红云撑腰的意思 看来圈子里的传言不错 叶好轩和薛红云 已经是把守言和了 各位 那人的脾气不太好 刚才惊吓到了各位 还请见谅 大家说得不错 我要结婚了 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 妙善 而她的身份也正如大家所想 她是一个出家人 但是现在已经还俗了 薛红云笑了笑说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两个真心的喜欢对方 大家不觉得该来点掌声 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婚鼓掌吗 啪啪啪 叶好轩带头鼓起掌来 叶好轩都动手了 那些人也不能干站在那里瞪着呀 于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会所里响了起来 掌声止住之后 薛红云揽着妙善说 大家以后不要再把我当成京城三大才子之一了 我已经不是了 我现在不想理会任何的事情 我只想和我爱的人好好地生活 当然 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的委屈 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不好的言论 否则的话 薛红云扫尸了一周 你们会死得很难看的 这三个人就是例子 大家不由自主地向水池里面看了一眼 只见刚才那三个二世祖 其中两个浮在冰冷的水里瑟瑟发抖 另外一个 被压断了腿的已经晕死了过去 如果水再深一点 恐怕它会被淹死的 对于这位传说中的道姑 所有人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种敬畏的感觉 这尼玛是高手啊 一键斩掉三人的耳朵 把这个铁疙瘩斩成三本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叶少今天来的仓促 改天到府上坐坐 我请你喝酒 薛红云说 没问题 我会过去的 叶浩轩笑了笑 薛红云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叶少 你回来这几天一直在忙 我也没有过去打扰你 明天吧 我为你接风洗尘 华月笑了笑道 接风就不必了 来这里是专门找你的 叶浩轩说 找我 叶少 里面说吧 华月愣了 请叶浩轩到了包厢里面回答 叶少今天特意来找我 不会就是为了我私藏的这些红酒吧 花月一边打开一瓶酒一边说 玉峰这小子可没少来我这里蹭酒 一边的玉峰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你也知道 我最近比较落魄 所以只好时不时的来你这里蹭蹭 你落魄不了多久了 邵氏科技快要崛起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但愿吧 听说过不了多久 邵氏科技的一款新能源的电动磁悬浮汽车 就要开发布会了 希望能卖起来吧 玉峰说 你是信不过邵清盈 还是信不过你自己的眼光呢 花月为几个人都倒上了一杯酒 哎 我只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呢 玉峰苦笑了一声 那也得活下去啊 你还有老婆呢 而且马上就要当爹了 以后的小日子多幸福 多温馨呢 花月说 当爹了 哼 恭喜了玉峰 叶浩轩小的 哎呀 得想办法了 不然以后孩子的奶粉钱都没法弄 玉峰说 你爷爷还是跟你僵着呢 叶浩轩问 是的 从我出门以后 也就没有回去过 玉峰说 而像这些家族里面 你的那些堂亲们 时不时的给你上点眼药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没事 照顾好你的老婆孩子就行了 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多久 我想你很快就能抽 你家老爷子一个耳光了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道 哈哈哈哈 但愿如此吧 叶少 你来时有什么事情要说吧 玉峰笑了笑道 哟 是关于花月的 叶浩轩看了花月一眼 关于我的 花月疑惑的看了叶浩轩一眼 叶少 我们和薛红云并没有什么事情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既然选择相信你们 敢把自己熟利的产业交给你们 我就不会怀疑你们 我相信我的眼光 叶浩轩白白手道 关于你的双腿 我的双腿 花月的脸色变了变 她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看了一眼自己裤管下面的那两截金属脚 现在她的双腿是由美国生产的一款高科技的一脚代替 虽然走起路来和正常人一样 但是假腿就是假腿 一只就是一只 虽然现在圈子里没有人敢当面嘲笑花月 但是他们背地里肯定会很比 据我所知 美国现在已经研制出一种新型的治疗方式 也就是能让人的断职再生 类似于一种基因修复的东西 当然 这种科技成果还不算成熟 对外界还是秘密 并没有完全的公开 这些是世界医学协会的艾利告诉我的 叶昊轩说 你说什么 花月猛地站了起来 她再也不淡定了 她失声喊道 断职再生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已经有一些先天残缺的患者 经过治疗 成功地生出肢体 但是成功率极低 只有10%的成功率 而且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副作用 叶昊轩说 那 我是不是在等等 等他们的技术成熟以后 我再去治疗 花月激动地说 叶昊轩的话对她来说简直是阴暗中的光明 没有人愿意 没有人愿意自己一辈子都用假枝代替 尽管她安装的一只 科技含量非常高 尽管这双一只和自己的双腿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她毕竟是假的 没有那种真实的血肉感 每一种高科技从诞生到成熟 都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年 二十年 甚至是两百年才能真正的毫无瑕疵 这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美国的这种科技 现在也是属于摸索阶段 因为改变人体的基因 所以说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点 你要想清楚 叶好玄说 叶少 华月咬牙说 我愿意去尝试一下 不管成不成功 我都不会后悔 因为我不愿意这样一辈子 安着这双假腿 家族中的人很畏于我 很怕我 但是他们背地里 绝对不会说我好话 因为我是瘸子 我再有能力 再有钱 我却还是一个瘸子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都想去试一试 华月说 你听我说完 叶好玄笑了笑道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窝果的时候 我侥幸地突破了天井 一道也再进一层 有种叫做枯木逢春的遗术 同样可以做到让你断枝再生 这是在古代三皇时期的柱油树 经过无数次验证的 他同样会让你变成正常人 但是我需要一些药材 这些药材很难找到 现在你的眼前有两条路 一 你可以冒险去美国 我随时可以安排你去手术 但是你需要承担90%的风险 而且这种手术现在 尚还在实验阶段 所以就算是成功 你仍然要担着风险 叶好玄说 第二 你再等我一段时间 我凑齐一些不寻常的天才地宝 利用枯木逢春的遗术 让你断枝再生 不过这些东西同样是可悦而不可求的 就算是现在去找 恐怕没有个一两年 也很难凑齐 叶浩轩的话 让花月沉默了 的确 这两个选择很让人淡淡 如果去美国接受治疗 生死未知 叶浩轩的方法可靠一些 但是有些天才地宝 却不是用钱能买得来的 所以说一时间花月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如果叶少出手 有几分把握 花月沉默了一阵问道 八成 叶浩轩答道 那好 花月咬咬牙道 我选择叶少 我愿意等 你就那么信任我 花月越是痛快 叶浩轩反而越是有些疑惑 这伙真的这么相信自己 我相信叶少 花月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相信叶少 现在我恐怕已经无法站在这里 跟叶少说话了 我的腿就拜托叶少了 你的腿是因为我而起 现在既然你和我是朋友 那我就不会不管不问 放心吧 三年之内 我保证 我保证 找到足够的天才地宝 治好你的双腿 叶浩轩站起来说 谢谢叶少 花月的鼻子有些酸酸的呀 他感觉到有些想哭的冲动 自己的双腿是因为这个男人废的 而希望却又是他给自己的 其实严格来说 两人是谁也不欠谁 因为那个时候花月是叶连城的狗 叶浩轩把他的双腿打断 这也是出于应该 现在两人把手言和 叶浩轩能记着这些 已经很难得了 离开会所正要回去的时候 叶浩轩的手机响了起来 却是少青莹打过来的 有事吗 叶浩轩接通了电话 现在有时间吗 少青莹说 哟 怎么了 我想见见你 少青莹说 我在冰河会所那 叶浩轩抱出了自己的方位 在哪里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 少青莹说完掐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以后 一辆汽车出现在叶浩轩的跟前 叶浩轩不由地愣了愣 这辆车看起来很科幻 炫酷的车身上 喷灰着星空图案 独特的造型与设计 让这辆车充斥着浓浓的 未来科技的及时感 这辆车一出现 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过往的车辆 都不由自主地放慢了速度 吃惊地看着 这辆非常具有 未来科技影子的汽车 车子停在了叶浩轩的跟前 车门缓缓地打开了 这车门是向上收缩的 非常方便 随着车门的打开 车厢里一张清丽的面孔 出现在叶浩轩的眼前 却正是邵清营 邵氏科技研发的新产品 叶浩轩吃惊地看着这辆车 这种汽车的造型 恐怕只有在科幻电影里面 才会出现吧 因为 未来气息非常的浓 任谁也想不到 这辆车 能在二十一世纪出现 是的 过几天即将发布的那辆汽车 那辆汽车 不过 我的座驾是加强版 上市的汽车功能要少上很多 邵清营微微一笑道 上车吧 叶浩轩走上了汽车 他这才发现 汽车内的空间极其的大 甚至比加长版的 房车空间还要大 而这辆车的外观 绝对没有那么大 在外面看 这辆车充其量 只有一辆中型轿车的大小 但是叶浩轩坐到里面才发现 他甚至比一些大型车的空间 还要大 空间折射原理 所以车的实际空间 要比在外面看到的空间大 邵清营的左手一招 只见他右侧一米开外的 一扇冰箱自动打开了 一个盛满着红酒 和两只杯子的托盘 从冰箱里飘了出来 自动飘到了两人所坐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